2021年1月9日 顺服 经文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我也做你们的上帝 耶利米书11章4节 上帝颁下诫命 要以色列人遵守祂的命令 但以色列人没办法遵行上帝的旨意 因此上帝另立新约 让祂的百姓有能力行出祂旨意 书如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 耶利米书31章33节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以西节书36章27节 这些宝贵的应许 使我们乐意遵行祂的旨意 因深信就是有福的确据 再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谈论顺服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约翰福音14章21节 又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约翰福音15章10节 这些应许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藏 只要凭信心站在这坚固磐石上 上帝就会赐我力量 爱他并顺服他的旨意 小孩若不听话 把父母的话当耳边封 父母就无法管教他们 学生若没有受教的耳朵 老师也劝不动他们向上 士兵若不顺从军令 将军也无法指挥他们获胜 求主将这样的真理 刻印在我们心板上 信心的生活就是顺服的生活 耶稣既是如此顺服上帝 我们亦当如此顺服上帝 然而 我们却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 我没有办法顺服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但上帝应许我们 可以遵行他的律例典章 所以祷告并默想这些话 并求圣灵打开你的心眼 使你有能力行出上帝的旨意 总之 求上帝使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建立在稳定的关系上 安静地 恒切地 愿意完全地顺服基督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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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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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